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开始分享我是怎么把这个原因给找到的 有一天我把台式机搬到了路由器的旁边 台式机的网卡天线和路由器的天线挨得很近 这回我倒要看看这个9260AC网卡性能到底弱不弱 还是从局域网NS网盘复制一个稳件到台式机的固态硬盘 这时候每秒的复制速度是70到80兆 估计这速度已经达到这个网盘的极限了 网络连接一直是866兆BPS 从来没掉过 很稳 这说明9260AC这个网卡还行 不像我开始认为的那么不堪 把台式机重新搬回到桌子上 以前是放在桌子下 重新做测试 同样是复制文件 复制速度还是70到80兆每秒 但是网络连接的速度开始变化了 有时候是750兆BPS 有时是433兆BPS 但是复制文件的速度没掉 看来5GWiFi不能看连接速度 得看实际的复制文件速度 我把台式机从桌子上又搬回到了桌子下 复制同样的文件 每秒钟可达到40到50兆 桌子下比桌子上速度降低了40%左右 这个结果让我很费解 费解一是桌子上下区别太大了 费解二是同样是在桌子底下 和之前测试的结果对比 差距也挺大 之前是每秒钟20到30兆 现在是每秒钟40到50兆 将近翻了一倍 看来WiFi这个东西还真是玄学 难道之前的测试是因为后面的天线螺丝没领紧吗 那么问题来了 要不要把台式机重新搬回到桌子上 以前台式机是放在桌子上的 后来因为静音的问题才把它放到了桌面的下面 现在桌子上的东西已经很多了 一个34寸的显示器 用的是悬臂 还有一对3.5寸的音箱 一个苹果MacBook Pro和输入放的支架 还有一个PS4游戏机 还有个USB独立声卡 鼠标键盘键盘多 还有两个游戏手柄 耳机 一个麦克风用的支架 还有一个台灯也用了支架 一盆绿植 一个水杯 笔和机式本还有手机 一家贝肯特书桌 桌面的尺寸是深度80 就是前后是80厘米 长度是160厘米 就算是这么大的桌面 剩下的空间已经不多了 如果非要把台式机搬上来也可以 但是会显得非常拥挤 更何况台式机静音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 既然不想把台式机放在桌面上 如果放在桌面下 无线网卡的信号该怎么提高呢 截止到目前我一共折腾出三种方法 这一集介绍一种方法 是和网卡有关的 那两个是和路由器有关 下集再说 我先分析了一下 为什么桌子下和桌子上的信号区别这么大 台式机如果放在桌面上 台式机的天线与路由器之间的障碍只有一堵墙 如果台式机放在了桌子下 两点之间画一条直线 除了穿过墙以外还要穿过很多物体 如果以桌面高度为参考 低于桌面高度的物体有很多 比如桌子沙发家用电器 茶几椅子床柜子等等 这些都会影响信号传送 得到了这个认知 这些天的折腾付出的辛苦也不算白费 既然问题已经出了 怎么解决呢 我的第一种解决方案是 购买无线网卡的天线延长线 这种延长线有很多种 比如华硕PCEAC88 这个网卡它带了四根天线 这四根天线可以插到网卡的屁股上 这个网卡还带了一个延长线 延长线的一端接到网卡上 另一端是一个底座 可以放在桌面上 放在桌面的那个底座再插上四根天线 这样就可以把桌面上的信号 传输给桌面下的网卡 9260AC这个网卡后面有两根天线接口 我找到了两种方案 第一种是磁吸式的折叠天线 一头插在网卡上 另一头放在桌面上 或者贴在墙上 还有一种是英特尔OEM天线扩展 原理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放在桌面上的那个部分 没有底座 可以贴在墙上或者挂在什么地方 我买的是英特尔OEM的天线扩展 正在路上 用它取代9260AC后面的那两根小天线 把延长的那个扩展天线挂在墙上 尽量高于桌面 这样可以接收桌面以上的Wi-Fi信号 后面的视频会有这款延长天线的总结 我在网上看过一个和我买的这个天线扩展 一模一样的产品 只不过它那个产品上有英特尔的标志 我买的这个没有标志 所以叫OEM 性能应该差不多吧 除了天线延长线之外 我还找到了两个解决方法 可以提高无线网卡的速度和稳定性 特别是稳定性 这种方法同样适合桌面上的台式机 关于这些方法我们下集见